疑似是为了要赶发车 司机员跟清洁包商扭打成一团 昨天晚间台铁油辆普悠马列车 集电工艺场紧急的更换编组 没有想到临时调派的车辆 却还在机物段内清洁 司机员情急之下催促清洁人员 双方从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列车停靠机物段进行维修清洁 等待出班是台铁营运的例行公事 没想要在花莲机物段内 却传出有司机员和清洁包商人员 疑似为了赶着出车爆发自体冲突 火爆冲突就发生在22号晚间 当时一辆普悠马列车 因为集电工异常需临时更换编组 但这辆离时调派的替换车辆 却还在机物段内清洁 未能发车 眼看就要赶不上八点半的发车时间 司机员情急之下 疑似大声要求清洁包商人员赶快离开 并申请集电工准备发车 没想要去引来 清洁员不满 双方爆发口角后扭打成一团 两人头部脸部轰皱受伤 而这般因集电工异常 紧急调派的列车 也拖到快9点才载客 误点约30分钟 以旧两兆双方进行掌握 并向台铁区调阅当时的监视器 录影画面进行过滤及清查 双方军卫本案为表示 不愿提出伤害告诉 台铁爆发冲突 警方进入调查 目前进入和解阶段 双方为了完成各自任务 一时兴急情绪失控 本想减少对旅客的困扰 却反倒造成更多人 延误基地形成 剑城杰 华林报导